大家好,我是詹哥,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师说 本集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就是 最近大家应该都还是持续在家工作吧? 应该是吧? 很多人应该都还没有回到公司里面去上班 那你在家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开始注重起你家里的采光通风这个问题 那怎么样挑选一个有采光的好房子 今天我们来的来宾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经理陈定中 欢迎定中 詹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定中其实也是在家上班 对,最近都在家上班 那你家采光怎么样? 我们家就是没采光,所以都做没采光 采光真的不好 难怪你皮肤变白了,完全没想到采光 真的真的,只是因为我在家都看不到自己 因为我是不是酱油色的人 所以就有点吃亏 所以买房重采光这件事情 就你们接触到就是客户里面 应该十个有九个都很重视吧 唯一一个不重视的 唯一一个不重视的因为他都上大夜班 对,所以他不希望白天有采光 那会大家要睡觉嘛 对,所以大部分除了工作形态比较特别的 就是真的这种大夜型的人以外 他还是会很重视居家的采光 那大家买就是有采光的房子 第一个比较直觉的选择就是边间房 没错 因为边间房它基本上还原 至少有两面的采光嘛 对 边间一定至少有两面 那有一些可能一层就只有两户的 或是那种一层三户 它可以做到三面 它有三面采光哦 那通常它这个三面采光这种房子 如果它的洞距合宜 临路条件又不是太窄的话 采光条件通常真的都蛮不错的 那当然还是 不过也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立地位置 如果说它临的路都是那种两米向三米向 通常也不会那么小啦 但如果真的有这种狭窄的道路的话 它可能采光上就帮助没那么大 但是普遍来说边间房的采光 都会比这个一般的户型 或是一些单面采光的好很多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像这种边间的房子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像这种边间房子 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是它采光通常比较好 再来它至少有两三面的通风面 通风空气流通性也会比较好 那再来如果说呢 它的动具合宜 通常它的景观条件也比较好 就是你不太需要这个担心说 你对面看得你做的会较的 有些过于狭窄的那种 你其实看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它压迫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基本上边间房间 它大概只会有两面 最多两面 对 跟邻居相邻 跟邻户相邻 那比较不会 一面比较有可能吗 大部分如果是那种单户的 通常甚至有些还不相邻的 那种一层两户的 我跟左右基本上不相邻 对 那还大部分都是大概 如果说那种四间的 一层四户的 它在边边 它通常只有两面会跟邻居相邻 那通常这种边间户 因为它跟邻户的接触面 比较少 所以受到邻居的打扰 也会比较轻微一点点 所以邻居是一直敲墙壁 有些时候你如果说 你如果猪鼻 负价值其实蛮大的 什么负价值呢 商用的 你如果是透天的话 你如果住在边间 本身那地方有点商业气息 那这个边间就会变成所谓的脚尖 然后台义会做沙甲汤 沙甲汤这种 因为它邻两条路 又是边边 能见度佳 所以它通常 如果来开店 会是一个蛮好吸收客源的 一个 优质的商务动作 停车也方便 停车也方便 你可以停在两条路随你停 虽然说有时候邻居不见得 没有违规 有时候邻居是违规的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方便的地方 那如果是有些大楼呢 通常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 有的时候 它有些人会 有些官员会把它来挂广告看板 因为它邻两条路 它挂广告看板的时候 广告效果其实很好 所以这部分 可能在这个 有些社区 它就会把这个地方 作为广告看板的来出租 那你可能边间住户 可以分的比较多利润 也有这个机会 那看广告会怎么样 可是它就又遮住你的窗户 但是因为 你只好有两面的采光面 那遮住一面 你还有一面 对不对 就是要钱要光就对 对 我要钱又有光 我不会说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 有可能赚钱又有采光 两全其美 讲得这么神 那它其实应该也是有缺点 这个当然是 就是我们知道采光面 当然那个光是什么光 太阳光 对 太阳光是热的 所以基本上 你采光面 虽然你采光很好 相对而言就是 你受热面积也比较大 对 所以你在边界的时候 通常太阳都一直照 所以你的房子里面 也确实比较容易酷热 对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冷气 所以这不是不能克服 对 那再来就是 除了受热面积大 你其实受风面也比较大 受风雨 对对 所以这风雨的时候就是 一定都是直接往你的这个 你房子就是常常会受到风雨的侵扰 我有听一个朋友 他就是住边间的房子 他说其实他那个 尤其他们周围 因为他是在宠化区 尤其周围目前还比较空旷 所以台风天的时候 那风雨感觉特别剧烈 你就是觉得风消消息 然后心里会觉得 越晚上越住越心惊 而且因为 通常我们知道说一个房子 它结构上面会比较脆热 就是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 那边边角角长期受到这个风雨的滋扰 风吹日晒雨淋 它可能也比较容易 结构性上面可能会比较容易立化 或是它那个 如果你外墙贴磁砖 你有没有发现 通常外墙磁砖剥落 最先剥落就是 边间的角 那剥落 其实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最怕是剥落下来以后 砸到人 哇 你整个棺尾 棺尾 都要给他发钱 都给他 这会比较麻烦 所以相对起来 你边间的部分受到风雨影响 然后以及这个 你外墙受到这个 风雨的侵蚀的状态 都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所以这部分可能在 房屋的维修保护 维管 这部分要特别的注意 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有些边间呢 它就是 领两条马路 对 然后两条马路又都是干到 车流量 非常大的时候 你其实晚上可能夜不成眠 而且特别是 有些大马路晚上可能有一些 这个开车比较快的 喜欢按喇叭的 哇 你晚上真的是觉得相当的刺激 叭叭叭叭叭叭叭 这样子 会对你居家的噪音 是会影响 有宁静度的问题 再来就是 空气也会比较差 因为你两条马路 车流量大嘛 这个车流量会排气嘛 车子会 有缘当中的 都会轻缘嘛 那你家可能相对起来的 空气品质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 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两面采光 看上面采光很棒 但是相对起来 你就是有两三个 这个角度是 对方外面的人 可以直接看到你家 就是如果你有灵动的话 对 他可以直接看到你家 你就每天可以跟他 每天跟邻居 相望 虽然说 到哪里都藏不住 对 而且你如果今天是 可能是一些 演艺人员 你可能会非常不喜欢 这样的环境 因为可能 人家搞不好一个空拍机 就一直对着你的 那三面的采光面一直照 其实那个确实会 对居下的隐秘性 造成一些影响 隐秘性比较不好 那只好把窗帘拉起来 然后又没有采光 那采光在哪里 你就是 就有点矛盾 对 所以会有点矛盾 那所以 你可能在选购这种采光 你可能要选 采光好的边间的时候 你可能 还是去实地观察一下 它的零路条件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是不是或噪音会太吵杂 然后以及说 你这个人如果重视隐私性的话 可能就 选购边间的物件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在 大马路附近 或是动具太近的 动具太近的这一种 你可能就要稍微保留一下下 可能再找 其他合适的物件 可是我有问题 既然 边间它的条件这么好 那它的价格 会不会也比较贵 通常在价格定位上面 边间都会比同一层的 不是边间的户别 贵一些些 而且因为边间 毕竟大家 通常你如果去 去面对销售的人 他都会挑好的奖 然后好的奖 然后就会跟你说 所以价格比较高 你通常也会 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对 但是我们都还是要强调 对有些人好 不见得对你自己 是完全适合 所以你还是要评估 你自己的需求 因为像有些人 就像我说 他就上大夜班 他没有采光 他没差的 对 所以这还是要看 个人的状况 可是他不可能一辈子 大夜班 好算了题外话 我们希望他尽快 能够上日班 好 所以我们比如说 边间房 他的价格可能会比较贵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有没有可能去选 大楼的其他的物件 但他同样是具备 采光好的条件 嗯 这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 现在比较主流性的建案 普遍大概一层楼 大概六到八户了 所以除了有四个边间以外呢 你其实中间 中间还有夹一些 对 中间还有一些 那中间有一些呢 你可能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的条件 譬如说 有一些的 虽然他是在中间 可是呢 他的房子啊 他可能采光面 其实很宽大 嗯 虽然他单面采光 可是他采光 他的采光面很宽大 比较宽 对 他是属于长方形 但是长边 长边朝外 所以他这个采光面 其实是蛮宽大的 那这种采光面宽大 单面采光的房子 他其实整个室内的光线条件 不会不见得会比 边间房间来的差 而且甚至有一些 因为他采光面真的很宽 所以他每个隔间 都给你开窗 条件上 你会 你也会觉得很不错 只是说这种 他采光好 可是毕竟他只有 单面可以通风 所以他通风 通常就没有办法 像边间这么好 但是他的采光 其实都不错 那你如果说 又怕说 选到一些比较 采光真的很差的 那你就要避免 去选那一种 狭长的 像吐司面包 火柴盒那一种 然后他采光面是短边的 那种太狭长的 基本上光线照不到室内 他就可能有暗房 可能你的房间 是有窗的 可是可能过来 你的客厅这边是没有 对 那基本上就是 这种就是真的 一定会有暗房暗厅 在所难免 他只有单面的采光 然后采光面又那么短 那基本上大会会 的台湾民众 在选购房子的时候 还是保着四个 是明天暗房 明天暗房 所以基本上 客厅如果是暗厅的 通常 它的价格 当然是会比较便宜 一点点 但是可能 对你的生活习惯 可能不好 因为毕竟 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就外面的路灯 可能会影响你 这可能就不太好 所以采光面 如果是单面 然后又比较狭窄 然后又是朝房间的 可能大部分 你在使用上面 会没有这么好使用 这样的产品 比较容易出现在 一些小坪树的规划里面 对 通常是小坪树 或是基地面积过于狭小 本身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或是单层的户数很多 有一些单层户数 有到十几二十户的那一种 它真的大部分 就都是单面采光 而且都是狭窄型 狭窄的 对 然后再来 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在选购的话 也可以要观察一下 通常零路的 采光面零路的条件 会比采光面 面中庭的好一点点 一般人会觉得 面中庭很好 看花园 是比较安静 可是你要看一下 你家的中庭有多大 有些中庭真的只是 有中庭的名字 但是可能没有中庭的事实 特别我们知道双北地区 可能普遍的基地面积 就两三百坪 两三百坪的基地 然后 它可能 你再扣掉一些退缩 等于可能 真的可以留作中庭的地方 可能中庭搞不好 也只有四五十坪 那其实那中庭就很小 那你 而且叫中庭 既然它叫中庭 它就在中间 被包着 它四边都是房子 三边或四边 对 有时候三边四边 那它其实阳光 可以射进去的状况 就已经没有那么理想 你的采光面 又是开在那个 相对阴暗的中庭 哇 那你可能这个房子 真的就 采光条件会比较差 那所以可能 这个时候就会建议 你可能选零路的 那如果那个路 又有八米十米以上的话 可能零路的这个采光状况 会比选中庭的好一些 真的 等一下消费者说 啊 定中叫我选零路 可是这只有 比如说六米相 只有你家只有那四米 我们有说到 零路要够宽 要够宽 不可能只听一拔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会跟你说 号称两面采光 但是实际上 它的有一面 其实是面那种 社区的那种天井 天井 因为有一些 很多设计 很多设计是这个样子的 那种面天井的 其实就是 你就把天井当成是 迷你版的中庭的概念 超迷你 那既然中庭有的时候 都会有采光 比较差的问题 那天井基本上 很多根本是暗无天日 那种就是说 它只是有个开口而已 但是实际上 可能并没有采光的功能 它可能有通风 但它可能没有采光的功能 对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是阳台 大家可能会忽略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蛮讲 绿建筑的 所以有些会把阳台做很大 高雄错 景观阳台 高雄错就有规定说 要有一个深阳台 对 众生很深 那就景观阳台 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把 讲台用的非常的宽 非常的深 然后就阳光就被都停留在阳台 造不到客厅 造不到室内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说 那这样我室内比较暗 那我不如就在阳台 把电视方在阳台 生活好了 你在阳台生活 对 一个露营的概念 对 一个露营的概念 但是这种一般正常的居家 可能不太能够习惯这种露营风 所以你有时候在选购的时候 阳台固然是要有 但是如果它的阳台深度太深 然后整个有遮挡到你的客厅采光面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疑虑的话 你有没有建议就是看房子的人 他要在什么时刻 几个时刻来去看房子会比较好 这个通常我们都是说 你基本上三个时间 当然白日出东方 所以一定上午的时候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白这个 中午以前的采光状况怎么样 然后再下午 因为下午有些人会在 日落 日落前 那日落前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房子 有没有一些人在意的 西塞的问题 那或者说有些房子 他可能到了下午的时候 采光会变得非常差 因为他可能就是朝东面 等到太阳西下 他已经没有什么采光了 那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 你其实晚上也可以去看看 看什么呢 看你会不会路灯影响 有些边间他很棒 很边间 结果 附近四季电火条 然后每个都是那种超高烛光素 那你可能也会不能适应 所以三个时间点 早上下午跟晚上都可以去看 因为现在很多重画区 或者是新房子 他都有灯光的设计 对 所以你要看灵动的灯光设计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房间 而且你要看一下 你家本身的这一户 因为有一些灯光设计 他真的很绚烂 可是LED灯光明又耀眼 也有点刺眼 说实话 那很多时候 你其实自己的社区 搞不好彼此在外面的 这个灯光设计 都会影响到 个别的居家的状况 所以这部分也都要注意 所以白天晚上 上午下午跟这个晚上时间 都可以去看看 对 那当然有些人会想说 下午的时候 我如果看到西塞 那我想要避西塞 那我要怎么选方问 对房屋的坐项 好像现在也是蛮重要的 对 不是现在 就一直都蛮重要 对 那你如果比较在意 这个采光通风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说 因为我们台湾在北半球 所以阳光通常是从南边 射向射过来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 找采光面 面南边的 通常采光条件会比较好 会比那种采光面面北的 突出一些 那相对于 如果你比较不喜欢西塞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选 这个采光面朝东南的 那因为本身朝东南 它白天的 上午的采光已经是好 那到了下午的时候 因为本身还是有面南的地方 所以阳光还是会有 间接的照进来 但是又没有西塞那么的晒 那当然其次就是选西南的 那选西南的就是会有西塞的问题 不过 我们这边也是要跟消费者提醒一下 就是你觉得西塞会热 但是说实话 你家室内30度 跟你家室内38度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温度 都是冷气的温度 因为你家不管是30度 你都会开冷气 所以其实西塞造成闷的这个问题 可能对现代社会人来讲 影响反而没有 可是你知道这种 就是一种看房子的 你知道口耳相传的美美嘎嘎 所以就是比如说 我第一次去看房子的人 也会假装在那边讲说 那你们这有西塞的问题吗 但其实心里也并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接受西塞这件事 但我有朋友就是真的是 他对于西塞这件事 他觉得很OK 因为他住在林口 他觉得林口那个地方有点潮湿 但是如果说西塞的话 反而可以让屋子比较干燥 甚至衣服也比较好干 所以他觉得这也是一个优点 对 而且像因为通常 特别是像中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在夏天盛行西南季风 所以其实你如果买到 面西南的房子 那季风其实吹进来 他通风条件其实可能会比 面东南的房子更好一点点 所以其实还是有因地质疑的状况 所以不见得就是一个准则通用 但是至少说 以台湾来讲 你想要买到采光通风比较好的房子 通常面南这个大原则 采光面面南 通风面面南这个大原则 是可以把握住的 了解 反正西塞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 你就拿床脸 然后又变成采光不足 对 没错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这个世界 而且你说西塞热 这世界上有冷气 感谢冷气的发明 对 而且现在建材非常进步 就是就算你的那个玻璃 你认为它会热 它还是有它可以处理的方式 对 现在都有隔热的一些材质 对 都会有隔热的建材给你选用 所以其实多多少都还可以克服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买到 就是一个没有光线的房子 那个就没办法克服 就很难 除非凿臂接光 就是说 那如果没彩工 那如果是没彩工 你造成也是没彩工 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状态 所以你一开始 选择上面一开始的初衷 要把握住 就是要有光 你会不会其实是在 广播电台里面 就是说书卖药的 没有 我们在天桥下面说书 好 今天谢谢定中 来教我们如何挑选 采光屋的妹妹咖咖 谢谢定中 谢谢张哥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拜拜